请看第七题呢 假设X是一个四位数 把X的十位数跟百位数字对调 变成一个新的四位数Y 有两个叙述如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X它是一个四位数 我们假设它叫做ABCD好了 这个ABCD都是阿拉伯数字 就是0到9的数字就对了 ABCD 好 这时候 它说把X的十位数跟百位数对调 得到一个Y 十位数跟百位数 你看这个叫做各十百千 所以十位数跟百位数对调 这两个对调得到Y 所以Y是多少呢 就是ACBD ACBD 这个ABCD都是阿拉伯数字 好 我们来看假这个叙述 假说如果X是三的倍数 Y一定是三的倍数 Y一定是三的倍数 这个A说如果X是五的倍数 则Y一定是五的倍数 那大家还记得三的倍数怎么判断吗 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个三的倍数是各位数字 每一位的数字把它加起来 如果是三的倍数 那它就是三的倍数 比方讲说我们讲说这个 123 123 1加2加3等于6 6是三的倍数 它就是三的倍数 那五的倍数什么意思呢 怎么判断呢 就判断它的末尾 末尾是零或五 它就是五的倍数 比如说像20啊 55啊 65啊 这种就是五的倍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假的叙述 它说呢如果X是三的倍数 X是三的倍数呢 代表A加B加C加D 各位数字加起来 是三的倍数 好 这时候呢 那这个Y是不是三的倍数呢 我们来看 这个Y呢 你就要判断说 A加C加B加D 因为它就是把十位数跟百位数对掉 那这是不是三的倍数呢 你这个加法呢 它有交换率 你A加B加C加D 跟A加C加B再加D 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呢既然呢 A加B加C加D是三的倍数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 如果你把这个C跟B颠倒加 它还是一样的 所以它也是三的倍数 所以这个假的叙述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假的叙述是正确的 假对 好我们再来看 以的叙述 对不对呢 以的叙述呢 它说如果X是五的倍数 代表这个末尾 这个D这个数字 它就会等于零或五 好请注意 那这样的话 Y是不是五的倍数呢 请注意一下 这个Y呢 它的末尾呢 还是D 没有改变啊 因为它只有改 把十位数跟百位数对调 个位数字是没有变的 所以它的D呢 也会是零或五 所以以的叙述对不对呢 也对 X是五的倍数 Y一定是五的倍数 所以呢 两个呢都正确 答案选B 这个选项